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想最近天气也非常炎热了嘛 也是时候需要把补水面膜提上日程了 所以今天就是一期评价版的补水面膜合集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个呢也是我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款保湿面膜 就是这一款奥容的水光蒸玻尿酸面膜 这款面膜呢也是跟随我很多年的一款评价保湿类的面膜了 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就特别的拿卖 我之前还用澳洲代购代购去美国 就是为了想要用它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首先它里面是含有一支水光蒸的这种原液的 这个牌子水光蒸原液也非常的有名 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保湿因子 可以持续我们的皮肤达到72小时的这个保湿 可以帮助你修复皮肤的屏障 所以它的这个水光蒸的成分真的非常深得我心 可以很好的让你的皮肤达到一个补水的状态 并且它的保湿效果也非常的令我满意 可以维持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 它里面除了有水光蒸的保湿成分呢 还有海洋胶原蛋白以及高浓的多态成分 就可以帮我们的皮肤恢复弹性饱满 然后让它变得特别的亮白 这款我使用下来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而且对比它的价格来说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 而且这款面膜的膜布呢 是澳洲的红杉木作为原料去制作的 就非常的安全环保 它的这个膜布非常的贴合 可以加大我们的皮肤去吸收里面水光蒸的那个保湿因子的成分 所以客人用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达到明显的保湿和提亮的效果 这款我觉得综合起来性价比真的很高 如果没用过保湿们可以推荐你们尝试一下 第二款呢是我之前在美国的美妆店发现的一款宝藏面膜 就是这款哈巴的鱼子降海洋胎盘面膜 我以前呢是非常喜欢哈巴的那款粉色强微的面膜 我会把它图片放在这里 那这款呢我觉得算是那款粉色强微版的升级版 因为这款里面是加入了北海道的三文鱼 鱼子的胎盘做成的鱼子降精华 那这个精华呢就可以给我们皮肤带来很多像胶原蛋白啊 痰力素还有氨基酸这种在鱼子里面会有的成分 那这些微量元素还有氨基酸呢 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的皮肤抗老 增加我们皮肤的弹性 所以综合应该我觉得这款面膜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那这款面膜呢它也是一个3D的面膜 所以它就更好地贴合我们的脸型 然后把精华有效地导入进去 不会出现那种滴滴答答滴下来精华的情况 所以这款面膜综合它的成分以及实用感来说 我觉得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日系面膜 它的补水效果对我的混油皮来说也完全的足够 所以如果你也想找一款既有保湿效果 又有一点抗出老效果的评价面膜 那我就手推它没错了 接下来呢是我回国之后发现的 国货之光米贝尔的面膜 就是这款米贝尔的舒眠保湿面膜 那米贝尔这个品牌呢 是隶属于我们的国货之光华西生物旗下的品牌 它这款呢就是主打深层修护以及保湿的 当然它不足以对抗那种深度的扇上 但是轻度的扇上用它还是能够缓解很多的 它里面是含有一个叫做西安盐的这个成分 这个成分呢是华西生物特有的一个专利成分 就可以很好地帮我们缓解干燥啊 紧绷或者缺水的肌肤问题 达到一个深层修复的效果 然后给我们的皮肤修复一下品障 所以这款我觉得算是一个修复类的保湿面膜 而且它里面还添加了维生素B 然后燕麦的活性成分 都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增加营养 迅速地从缺水和干燥状态里解救出来的这么一款面膜 所以这款面膜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真的就是大厂出品质量保重 接下来这个面膜呢也是我们的果货大厂出品 就是这款爱尔博士的益生菌经年修护面膜 那爱尔博士这个品牌呢 之前我也推荐过它家的喷雾 它也是隶属于福瑞达旗下的品牌 质量也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这款面膜我觉得它就比较主打保湿 以及调整你皮肤的一个状态吧 它有一个益生平衡的这个科技 就可以帮我们的皮肤修复基底的这个皮肤的状态 并且由内而外的补水锁水 帮我们的皮肤调整微生态平衡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如果刚刚那款面膜算是修复的话 那这款面膜就算是恢复的感觉 它就可以帮你的皮肤从不好的状态下调整到一个好的状态下 甚至把你的皮肤调整到一个非常优秀的状态 并且呢它里面还有3%的积血草成分 就可以更加的加速我们皮肤的一个修复力和耐受力 让你皮肤更加健康很快就会恢复到那个很好的状态下 所以这款面膜呢我基本上是用在屏障受损 或者是因为刷酸皮肤有一点点不稳定 爆痘会爆闭口的情况下 我就会用它去调整一下我自己的皮肤 然后让我们皮肤恢复一到以前的一个健康的状态的一款面膜 所以这款面膜我也非常推荐给你们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喜欢刷酸或者是喜欢用一些比较刺激性类的产品的话 你们可以就多用它去保湿 然后把你的皮肤调整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最后一款呢是我前一段发现的一个新宠 就是这款主本的密集调底芳香精油面膜 那我先来说一下它的使用步骤 一共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一小块单独撕下来 里面呢是精华油 先把这个精华油涂在你的脸上 第二步呢就是在你的脸上去用手按摩这些精华油 用轻轻打圈的方式去让它吸收一些 第三步呢就是在打开这个面膜 把这个整个的面膜去敷到你的脸上 这样呢才完成了整个贴面膜的这一个步骤 那这款面膜虽然在使用上的步骤稍微复杂那么一些些 但是相信我它的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主本这个品牌呢它比较推崇的就是油养肤的这个理念 那它精油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模拟我们人体皮脂膜的一个成分 有6%的甘油三脂 还有3%的霍巴巴紫油 还有1%的绞砂碗 所以这个成分就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达到皮肤的基底层去修复皮肤的屏障 从基底层帮你去锁水保湿的这么一个效果 我个人用起来还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呢它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呀香精色素这些含有刺激性的成分 所以敏感肌的宝宝们也可以去放心的使用 它整个使用感受下来真的像是给你的脸做了spy一样 你的脸就会有一种非常油润的那种补水效果 这个是我没有在其他面膜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补油也是对我们皮肤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它整个使用下来的效果呢就是非常的明显 我的皮肤变得非常的亮 然后很润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以油养肤在我身上看到的一个明显的效果 所以个人用起来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想尝试以油养肤的这么一个补水面膜的话 我非常推荐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 以上呢就是今天评价保湿面膜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们还有用到非常推荐的产品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你喜欢我视频请你帮我点个赞鼓励我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记得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